写诗我是把它当作对自己生活的一个奖赏 太忙了 假如我有灵感来的时候把它写出来 这是很好的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办很多活动 很多活动大家 我鼓励我们的活动跟诗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办全国的插花比赛 我们要跟诗结合在一起 怎么结合呢 就是我请了一些写诗的朋友 把诗写出来以后 就是跟这个花有关的 然后到这个总结赛的时候 这些插花的这些人 就自己去写一首诗 然后根据诗里面的意境的 去把花插出来 像这样的场合 我就会被要求说 你也要写一首 比如说我们我就写了一首 像这个文心兰 文心兰他就是跳舞的女郎 那就把这个文心兰的这个风貌 加以这个因素 最后一段是在描写我自己 最后一段就是说 我被切割成片段的生命 要用你的舞步来串联 既然是跳舞的女郎 就有舞步 为什么说我们被切割的片段的生命 因为当一个行政工作人员 你的时间不是属于自己的 可能某个县长要求跟你见面 要半个钟头 某个立法委员要跟你见面 要半个钟头 然后这个同事要见面 那个同事要去这里开会 到那里开会 时间都是别人替你安排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被切割的 但是我说看到这样漂亮的文心兰 就想到说 她的舞步可以把我这个 被切割的生命串联起来 串联起来 哇 很棒 那也有好多的这个场合 比如说我到苗栗去 那这个他们当地就做这个萝卜干 菜卜 那他们说 诶 主委你会写诗 你帮我们写一首诗 我们以后放在这个萝卜 这个甕上面 然后我们卖的时候 来这个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价值感 那说要叫我写一首这个老萝卜干 那这个被指定题目是最困难的 因为写诗要有灵感 指定题目没有灵感写不出来 说要等他一两个礼拜去音量 那这个农民 他们这个养鹅的到办公室来 那这个本来在谈这个养鹅的这个产业 问题 谈完以后他说 主委你没有写鹅的这个诗 你也帮我写一首 所以我又被指定写一首 写首鹅的诗 所以真的都是跟农业有关的 花 动物跟这个萝卜干 你有出诗集吗 有出过两本诗集 然后最近我也把跟农业有关的这个诗 有十二首把它汇整 映成这个明信片的方式 变成一个诗卡 戏给很多朋友 戏给农民 对对对对 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